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71集 陈暗 两人隔着不远的距离对视了一会儿 那少年打量了一下白玉堂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小白玉堂没有回答 反过来问他 那少年指了指热水里的那条鱼 他快要死了 你就那么看着吗 少年笑了 微微地歪过头 看白玉堂 不然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那条鱼跟你有仇吗 你为什么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白玉堂小时候也是个淡定的奇怪的孩子 语气平静地问那少年 少年脸上露出意外的神情来 我看你还开心吗 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怜啊 白玉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摇头 你说谎 对 我是在说谎 我觉得他们死的时候很有意思 展昭盯着那个少年 虽然他相貌温和 脸上也带着笑容 但眼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他莫名担心那个少年会伤害年幼的白玉堂 于是伸手按住小白玉堂两边的肩膀 白玉堂听那少年说完话之后 使了使温泉水 不如你挑下去死一下 让我看看有没有意思 展昭略惊讶地瞧了瞧瞧白玉堂 感情你小时候也挺会耍嘴皮子呀 可见不是被我带坏的 玉堂 这时 远处走来一个一身白衣的人 边走边找 白玉堂转脸望过去 就见天尊正在找他 吃饭了 天尊一眼瞧见了白玉堂 就跑上了桥 拉起他的手 吃完饭啊 咱们上镇上去玩吧 我约了那魔头喝茶 他呢带他外孙过来 他家猫崽子跟你一样大哦 哎 你俩要不要做个朋友啊 白玉堂拉着天尊的手被带走了 而那个桥下的少年 目光一直吹随着他走远 白玉堂在下桥的时候 回头看了他一眼 天尊也看到了那少年 那个是谁啊 新认识的朋友 那少年笑了笑 对天尊行礼 天尊笑咪咪准备跟那少年打个招呼 白玉堂却仰起脸 对天尊摇了摇头 不要相信他 天尊微微一愣 还站在桥上的展昭也一愣 不要相信他 这句话从年幼的白玉堂嘴里说出来的口气 语调跟之前娇娇提醒他们的时候一模一样 娇娇那种没有温度的声音 没有表情 却又有一点孩童的天真的说话方式 都像极了年幼时候的白玉堂 展昭转过脸 就见那少年已经离开河边 走远了 虽然从容貌和衣着还有表情上面 展昭没法将这少年 与任何一个熟悉的人联系起来 但是 直到看见那人走远的背影 展昭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是白木天 长大之后气质变化巨大的白木天 展昭正盯着白木天的背影发呆 突然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召唤 妈 展昭转过头 只见跟着天尊走远的小白玉堂 正回过头 对着他招手 妈 妈 展昭猛地惊醒 睁开眼睛 眼前出现了白玉堂的脸 不是那个年幼少年 而是那个熟悉的英俊潇洒的白耗子 展昭缓了缓 左右一看 发现自己躺在喵喵楼的床上 四周围有光亮 天已经亮了 白玉堂就坐在床边 正在叫他 娇娇和小五也在床边 正歪着头看着他 展昭坐了起来 盯着白玉堂看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白玉堂第一次见白木天 并不是他记忆中的 在陷空岛的那次 而是更早 那时候的白木天 与现在的差别巨大 以至于白玉堂忘记了 曾经见过他 而娇娇也并不是拥有自我意识 他是藏在白玉堂内心深处的 那个自己 就算白玉堂已经不记得 第一次见到白木天时候 发生的事情 但在他内心深处 还是知道 白木天是个不可以相信的人 展昭一夜好梦 心满一族起床 正吃早饭 外头王朝马汉就跑进来了 开封府这四大护卫 边往里跑边喊 展大人 展昭眨了眨眼 不负众望的 四大护卫喊了出来 出事了 正吃早饭的其他人 欣慰地点了点头 展昭嚼着一根油条 看着四人 公孙边给小四子承舟边好奇 出什么事了 出人命了 四大护卫再一次不负众望 展昭一手抓着油条 一手拽住白玉堂的手 去查命案了 小四子也抓了一根油条 去拿了小药箱 公孙对他敲了敲周晚 小四子一把抓住公孙的手腕子 男子汉大丈夫 事业为重 说完小四子拖着他爹走了 在座众人愣了片刻之后 一起转脸看正认真吃面的赵普 九王爷嚼着面 不解地看众人 嗯 干嘛 大爷早就事业有成了 吃早饭更重要 小梁子端着周晚跑去追小四子去了 众人看接着吃面的赵普 赵普不满 看个毛线 你还不如你徒弟懂事 活该单身一辈子 欧阳呼噜呼噜喝了碗粥 跑去看看出什么人命了 用不用出动黄成军 另一边房门打开 刚刚起床的林夜火 边揉脖子边往外走 哎呀 落枕了 邹梁上去抬手就敲 林夜火一把捂住脖子 警惕地看他 哦 干嘛呀你 我属老虎 你不是属狗的吗 看着像啊 属什么还能看出来 再说了 你属什么关我屁事 林夜火捂着脖子 一旁正吃早饭的包颜 跟林夜火解释 有个民间的偏方 说是落枕的话 找一个鼠老虎的敲一下就好了 哦 有这种事 嗯 哦 林夜火撒手 伸长了白白一截脖子 让邹梁敲 邹梁给他敲了两下 林夜火扭了扭脖子 眨眨眼 哎 好像是好了一点啊 邹梁挑挑眉 走到桌边坐下 白老五他们还没起啊 出命案了 站起来 这一大早的就出人命案子了 哎 说起来 最近开封晚上的狗叫 比平时情啊 众人都看林夜火 赵普摸了摸下了 林夜火乃是超级狗痴 开封城满大街的狗 他基本都认识 平日出个门 半点事要是没准时回来 不用问 一定是跟哪条狗碰上 看对眼了 正玩呢 因此啊 林夜火说的最近晚上狗叫的比平日勤这一点还是相当可信的 狗晚上叫大多是因为听到了平时听不到的响动 一两条狗叫可以理解 好多狗都叫 那就有些反常了 众人吃完了早饭也出了开封府 想去找找展昭他们 看哪出了命案 展昭他们并不难找 就在城北一条巷子里 巷子口里三层外三层 围了好些人 牙医们阻挡着人群 赵普等人从王朝马汉把守的那一侧走进去 就见巷子口 白玉堂正背对着巷子站在上风口透气 展昭抱着胳膊靠着墙 就在白玉堂背后正看着巷子里头 巷子里 小四字端着个小药箱 公孙正蹲在一旁验尸 而再看一眼那尸体 众人抽了口冷气 只见巷子里跪着一具无头尸 那无头尸的前方摆着一个金色的盆 还是个歪盆 众人都走过去看 就见歪进盆里一颗人头 那人头看起来有些年岁了 一脸的灰白胡子都被血染红了 双目圆正 那叫个死不明目 赵普歪着头看了一会儿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 这是高和寨的人吧 那天跑出别院来 就站在我对面的那几个老头里的一个 那不就是贬胜的徒弟吗 这个岁数 应该是辈分很高的弟子吧 他叫钱通钱 钱通钱 这么好的名字 白玉堂也懒得跟这群人斗闷子 直接告诉众人 钱通钱是贬胜 最早输的四大弟子里的老三 人称金指钱 功夫很好 他练得硬拱 铜头铁骨 平时以金爪为武器 说着 白玉堂伸手一指 钱通钱锤在身体两侧的手 众人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就见钱通钱的手指上都戴着金色的纸套 他的手看起来为什么这么不自然啊 他的十根肢骨都断了呢 这听着怎么那么疼呢 是个内力比他强很多的人对了一掌造成的 钱通钱功夫很高 被人费了双手 踢断腿骨 无还手之力地跪在地上 然后再被人一刀削手 罪点上的金盆削手 公孙点了点头 捧起那颗人头看了看 摇头 凶手刀很快 手段残忍 以及 众人都看公孙 公孙指了指钱通钱的尸体 我有个想法 你们扯开他背后的衣襟 我看他的背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